余谦老师 有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 烫头 好抽口烟 是 烫头呢 是因为他觉得头发稀 才烫 把头发烫起来 显得好看一点 是 酒我倒觉得 你应该少喝一点 让你彻底改了 这个也做不到 这是一个习惯 你是老话说吗 这个狗改不了喝酒 什么乱七八糟 少喝酒 要不然你真死了 家里称那么些的钱 可惜了 我真能买些个钱 北京大兴有一个 六十亩地的 余老师家的私企 有十亩地 大约是种的青菜 对 你也知道 外边买的青菜 农药超标 吃完对身体不好 余老师家 这十亩菜地 接那个青菜都吃不了 这不少 咱们家里吃面条 你得出去买黄瓜 对 人家家直接到菜地去摘 而且保证 吃完之后对身体 没有任何的危害 我们那儿不用化肥 全是一家三口自己的肥料 这我们家得多能拉呀 这个 仨人拉十亩地的 吃别人的味儿不对 三口人只要吃完饭 就上菜地那蹲着去 这是我们的工作 那错不了 兴兴业业业任劳人员 这儿一说吃面 捞完了面 人家才过去揪黄瓜呢 鲜啊 面都盛出来了 奔菜园子了 你往那边蹲 这儿还蹲着一个呢 这儿随时有吃肥的是吗 就一根黄瓜 就这么吃啊 你看 咱买的黄瓜都是绿色的 人家的黄瓜 真是黄 哎呀 天天自己就在这边烤串 弄点凉菜 是 蹲一箱啤酒 喝 喝完了都不用去洗手间 我直接奔菜地 站在这儿 这就完了 完事他也害臊 尿喝多了酒特别多 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反了知道吗 对 你 对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